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具有应对听力缺陷 沟通障碍和平衡问题方面的专业知识 听力治疗师与患者合作 以维护和管理 改善他们的听力 以至于理解声音的能力 涉及到各个年龄阶段 从婴儿到老人 主要工作内容有以下几个 管理和进行各种测试 以确定听力效率 并且定位听力问题 第二个 分析测试结果 并且确定听力问题的根本原因 第三 处理和测试助听器和人工耳窝 并且指导患者使用 第四 书面报告做事结果 并且向相关医生提供建议和推荐 第五 评估飞行员和武装部队成员中听力受损的情况 毕业以后可以走医疗服务方向 比如说在医院 社区中心 私人诊所等机构就业 那么也可以走产品研发和科研方向 比如说在大学的科研机构 人工耳窝公司等等 诶 这边学呐老师告诉大家 全球市场份额有55%的人工耳窝公司 科里尔 就是澳洲的 那么在澳大利亚 一名听力治疗师的薪资状况是如何的呢 这边学呐给大家附上在SEEK官网上的截图 从截图中大家可以看到 在澳洲听力治疗师的年薪中位数是9万澳利 并且这个数字在澳洲任何一个州都是如此 最高和最低的收入差别也不大 薪资还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核心问题来了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听力治疗师呢 其实并不难 神爱老师告诉你 第一 本科是科学 生物医学 健康 语言学 心理学等相关专业 第二 完成澳洲听力协会认证的听力治疗硕士课程 第三 硕士课程完成以后 参加一年的听力治疗临床实习 当然这个实习是由已经合格的听力治疗师 代理和监督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拿到认证以后 拿到认证以后呢 澳洲听力协会会强制每一年更新认证 包括参加会议 研讨会 培训课程 学习或者研究 以上几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刚才学纳老师讲到的这四点 缺一不可 那么对于第二点 澳洲听力协会认证的听力治疗硕士课程 学纳这边展开给大家讲一下 到底有哪些课程可以选择呢 其实不多 别就六个 分别是麦考瑞大学 Master of Clinical Audiology 昆士兰大学的 Master of Audiology Study 弗林德斯大学的 Master of Audiology 沃尔本大学的 Master of Audiology 还有勒州国大学的 Master of Audiology 还有西奥大学的 Master in Clinical Audiology 那具体的课程项目信息和录取要求 是纳尔这边给大家整理成了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这六个课程 学纳老师也给到大家三点建议 第一 末大的听力治疗 每年的招生名额有限 除非特别优秀 并且提前申请 否则的话 希望并不大 第二 西奥大学在今年三月份之前都是隔年开课 从2021年开始 每年都会开课 也就是说 今年咱们可以去申请2021年开课的课程 加上西奥编委币区加分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第三 语言要求上来说跟护理是一样的 雅思生死的期难度太大 建议同学们可以改为选择PTE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老规矩 咱们评论区或者是私信见 拜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tephanie老师 我魔力教育呢 在魔力和国外都有公司 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 澳洲 还有就是进行香港的农学申请啊 签证代理 还有就是无名代理等这些业务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阿丽老师 魔力教育呢 游学申请签证服务到后期的接近和出速 都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游学体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henaya老师 魔力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给大家提供游学或者移民服务 Chenaya老师在企业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 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 我是魔力教育的Shenaya老师 魔力教育虽然在网络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弃的服务 黑道把我们的高中大学的小学和大学 再唱一首 嗨 艾名是魔法师的 我希望你们转到这一会儿的 嗨 大家好 我是艾名西的 我是高晋大学的 高晋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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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米 现在艾米所在的位置 是乌拉什大学 乌拉什大学的 乌拉什大学的乌拉什大学 乌拉什区院 我为您申请 商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 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 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 决家管理硕士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